欢迎说刚好小师陪你教数学 那么我们来看之前一直预告的这样子的问题 就是x加x分之1 然后要你求其他的 他的提示只有一个 本身就是一种暗示 因为我们算到现在应该已经习惯 就是这种使用成法公式的问题 按理来说他会给两个提示 然后要你求其他的元素 甚至求三次的 结果他只有给一个提示就要求了 那是为什么 是因为他隐藏了另一个提示 相乘是1 因为他们两个互为导数 所以相乘是1 所以就会利用到这一点 然后要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前面也已经大家整理过了 这个食物链的关系 a平方加b平方 加2ab变a加b平方 减2ab变a减b平方 你有这个 加2ab加2ab得到这个 对不对 他们两个之间差4ab 那你也可以有这个和这个 去求a成b 像这样子的这个食物链的关系 掌握到的话 于是我们来看这一题 他说x加x分之1是3 求这个x平方加x平方分之1 所以这个是这个的平方 这个是这个的平方 那学到这里 还是会有的学生会说这个是3平方吧9 那这样是不对的 那通常很常见的一个情况 他不是完全不知道 他不是真的不会 他可能是压力太大了 就是他觉得这好像很难呢 什么啊 怎么会有x分之1啊 什么的 那我就会跟学生讲就是要克服自己的压力 其实一件事情他早就会了 但是一旦他开始觉得很难 他就会有点当机 他就会开始寻找说 是不是只要当他是什么就好了 是不是我只要这种题目 我只要怎样做就好 我最不喜欢听到学生讲这句话 比如说是不是这种题目 我只要怎样做 因为那代表他没有要去感受题目里面的变化 他没有要推论 那这样就很容易错 那所以这个是什么 我们有a加b就有a加b平方 那如果你没有到很流畅 你就把它完全按照规则写 他是a平方加2乘a乘b加b平方 那你就会看到有的人他因为很熟了 或者是有的解题的那个讲义解答 他这里直接写1 他可能会写x平方加x平方分之1加2 这样 那OK啦 那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是3的平方是9 所以9会等 所以x平方加x平方分之1是7 然后他要求这个 其实这一题完全就是我们 刚教惩法公式的时候的那一题 他要求a平方减b平方 那我们那个时候说你透过逆向法则 你知道a平方减b平方会等于 a加b乘a减b 逆向思考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已经有a加b了 我还要知道a减b 要知道a减b就要先知道 a减b平方对不对 如果你有看那一集的话 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个完全就是 复制那个时候的推论流程 大家要复习 所以他会是什么 他会是a平方减2ab加b平方 其中a平方加b平方已经知道是7了 而这里呢是-1 负2乘1啦 所以是负2 所以是可以吗 然后怎么样 x减x分之一会等于 正负啊 记得正负更好 所以答案是 正负3更好 这样可以吗 OK的话我们就要来看这个 再复杂一点点的 大家一步一步习惯他 习惯就不觉得难了 不觉得难就不会有这个压力 去想要乱拆 那给你这个 x减x分之1等于负2 一样只给一个提示 为什么 因为乘起来是1 你可以帮自己写在这里 x乘x分之1等于1 这样 因为他是互为导数 然后求这个 这个有没有 a平方减b平方 你要有a加b和a减b 已经有a减b了 所以你要有a加b 那我们有a减b怎么求a加b 还记得吗 有a减b先有a减b的平方 然后你可以用a减b平方 那个食物链嘛 去求a平方加b平方 再去求a加b的平方 就会有a加b 就可以写a平方减b平方 等于说我们这个第一小题 是刚才那一整题 浓缩在这一小题里 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够熟练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 我们那个食物链有说 你直接从a减b的平方 加4ab可以加到 这个a加b的平方 这样子也可以 但是因为我现在看到第三小题这里 根据经验 我知道我们等一下会用到 a平方加b平方 所以这个步骤我们就不跳了 这个会等于x平方加 x平方分之1 加2乘x乘x分之1 如果你这个时候已经习惯的话 我在这里就可以直接写 更正是减 减2乘x乘x分之1 如果你已经习惯的话 我就可以在这里直接写减2 那如果你不习惯 我们就多写一步 可以吗 所以在这里就会得到这个是 负2平方是4 4等于 这个就真的不写 写在这里 4等于 这个减2 所以 因为有三小题 空间也是有限的 x平方加 x平方分之1 会等于6 那老师等于说 自己决定我们要省什么步骤 学生比较容易看得懂 学生在抄笔记的时候 要考虑的是 自己哪一步 一定会想到 你就可以省略 不一定会想到 你就不要省略 那如果写完了之后 回头回来看 忘记为什么这部要写什么 为什么这部会变这样 就要问 那老师就跟你说 那你就不要省略那个步骤 就多写一行 OK 那于是呢 就可以求这个 一样 就说我们之所以求这个 是为了求他 求他是为了 等一下要来用立方 平方差公式 这个会是x平方 加x平方分之1 加2 所以 x加x分之1 会等于 正负 更号8 也就是正负的2 更号2 于是 会是 会是什么 不要算到这里之后 开始不知道自己在算什么 然后乱程 乱程 这个是他 这个在这里哦 题目给的 所以他是正负2 更号2 乘以负2 那还是有正负 4 第二小题要求这个 立方差 那你仔细看一下 他要求立方差 他有给差的这个 就减的这个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体现到 我们这个 之前讲 另一条公式只用到两个元素的 他可以让这个立方差变得算得很快 x3次减x3次分之1的话 他就会等于 x减x分之1的三次加3 ab乘上a减b 对不对 好那 这是负2嘛 所以是 负2的三次 加3乘以1乘以负2 可以吗 好所以是 负2的三次再减6 负14 负8减6负14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负14 是不是很快就可以算出来 你如果用另外一种方式 那我们勉为其难的 也来用另外一种方式 反正算得很快 那他会变成什么 变成x减x分之1 乘上x平方加x x分之1加x平方分之1 注意这个是减的这里都是加的 然后这个1嘛 这个刚才算出来是6 然后这个是负2 所以是负2乘以7 6加1 那你想说 这个也算起来不慢 但是这是因为怎么样 我们有第一小题 我们在第一小题 求出了这个平方和是6 如果我没有第一小题 等于你要为了第二小题 去求平方和 那就会比较慢的明显 那我们来看第三小题 四次方 哇 其实呢 也没有很可怕 为什么呢 就是你了解到 四次方其实就是平方的平方 所以他其实利用这个平方和 我们在这里写 我们在这里写 x平方加x平方分之1 我如果把它在平方就会出现 他的平方 加2乘以他乘以他 加他的平方 一样就是四次分之1 那这两个就是我们要的了 然后怎么样呢 关键就是这一步啊 这个 我们前面讲说 如果你一次x乘x分之1是1 那如果你平方呢 x平方乘x平方分之1呢 那还是1啊 因为他们两个还是互为导数 对不对 所以这个我已经求到了 刚刚说是6 所以36会是4次的加2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得到题目要问的这个 4上4 在这里呢 我们一口气就给到这个4次方 要你往回求根号的 这个有点狠 那我们呢 为了等一下书写方便 我们就不再每一次都完整的写 那个乘法公式 a加b平方 等于a平方加2a平方 而是写怎么样呢 我写在这里 a平方加b平方呢 其实会是a加b的平方减2ab 然后如果我们的ab乘起来是1的话 我们就直接写减2 这样子 以这个一开始他给我这个4次方的为例 4次加 4次其实是平方的平方 所以他其实是x平方加x平方分之1的 我不是说这个是这个 我后面还有 他应该要怎么样减2ab 所以这个平方是他 这个平方是他 那x平方加x平方分之1的平方 就会是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 加2ab嘛 所以把2ab扣掉 那因为这两个相乘是1 所以我们直接写减2 于是他就会是 这个题目说是527 所以所以这等于529的平方 于是x平方加x平方分之1会等于 529是23的平方 那在这里要注意一下 其实这个负号是不合的 因为你现在这两个是完全平方 平方跟平方嘛 相加不会有负的 OK 那于是再利用他 我的下一行 我们用咖啡色 x平方加x平方分之1 本身会是x加x分之1的平方 减2ab 减这个乘这个是1 那结果说这样子是23 所以这个平方会是25 所以会是正负 那这个负号可以接受 因为x说不定是负的 然后 那再来取到根号 所以 这个是 x本身是根号x的平方 结果说是正负5 所以根号x加根号x分之1的平方 本身会是5加2是7或负5加2是负3 那负3一样要给他不合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也是完全平方式 所以 根号x加根号x分之1 就会是7的平方根 那注意 一样是负不合 我这个负就不写了 反正也没位置 因为我们这两个是根号 这样就得到我的答案了 可以吗 所以第一题的答案是根号7 第二题 那他现在要求这个根号x减根号x分之1 那怎么办 其实我们有这个就可以了 因为根号x 减根号x分之1的平方 一样会有x加x分之1 只是他会减2倍的这个乘这个 那因为x加x分之1已经知道是正负5了 所以这个会是负5 正5减2是3或负5加2是负7 那因为我这是一个完全平方式啊 所以这依然要写负合 所以 就会等于正负3 正负根号3 注意一下 这个负可以 因为我两个根号相减 说不定后面比较大 所以我们的这个答案 第一题的答案是根号7 第二题的答案是正负根号3 看第三小题 他要求立方和 那立方和我们利用前面交的这个 会是x加x分之1的3次 就是减3ab是1 括号a加b等于 因为我的这个x加x分之1是正负5 所以他会等于 如果是正5的话 会是125减5等于110 或负5的话是负125减负5 会是负110 所以答案就是正负110 这是这一题 可以吗